第28届东方风云榜已经落下帷幕 但围绕它展开的话题只增不减 明星阵容堪称一绝 集合了很多实力派唱奖 在一众流量明星当中 张艺兴 摩登兄弟刘雨宁 周深 周比畅 汪苏龙 热议不断 话题度明显比其他明星都高 原因并不复杂 因为以上提到的这几位 都是实打实的实力派 业务能力毋庸置疑 相信大部分观众都跟我一样 都是冲着周深 才看第28届东方风云榜的 如果没有周深的话 该晚会也不会掀起全网热议 要知道 只要周深出现的舞台 就一定少不了出圈的名场面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周深 在第28届东方风云榜中的出彩表现 众所周知 所谓的风云榜 是国内最早流行的音乐盛典 一直都在歌坛享受着一定的地位 更是无数音乐人梦寐以求的表演舞台 当然了登上东方风云榜的歌手 都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光是有代表作还远远不够 要想脱颖而出 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之处 而周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正能量爆棚 业务能力还极其扛打 永远都是最亮的那一颗星 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从某种层面来说 东方风云榜有了周深的加持 就是质量上的一个保障 别的偶像不敢妄下定论 但只要周深开嗓 就一定能经验全网 一时分寸的真 脱贴我们 就是人家人很可爱 然后唱歌声音又那么好听 然后我那种这个起来话 叫开口画 就别人都是开口贵 他是开口 你听他唱歌你就画了 事实上 风云榜正式拉开序幕之前 就已经有不少声明 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了 纷纷表示 特别期待周深当晚的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 东方风云榜并不是受邀的歌手 都有机会登台演唱 举办方会综合歌手的实力 以及热度来评测 从而决定歌手什么时候登场 演唱什么曲目 而正能量像歌手周深 跟东方风云榜的关系十分一切 自打2016年的时候 周深就已经开始参加 第23届盛典了 当时还斩获了东方新人奖 以此类推 几乎每年东方风云榜的舞台上 都能看到周深的身影 在风云榜拿奖 拿到手软 毫不夸张的说 2000个字都说不完周深获得过的奖项 这点谁也不可否认 所以东方风云榜更像是周深的主场 不少经典金曲都一一上榜 而且每首歌再榜时长都高达数十周 绝非是昙花一现 有别于流量歌手 大部分成绩都是粉丝刷出来的 歌曲质量一般 但却能长长霸榜 而周深向来都是用实力说话 粉丝生命更不用刷榜投票 毕竟周深已经够强大了 他一登场就能牢牢抓住观众们的眼球 压根用不着增热度博人眼球 而这次在第28届东方风云榜中 表现果然不负众望 红毯环节 周深穿了一身绿色套服 搭配白色衬衫 标志性的笑容显得帅气十足 签名环节中 镜头直怼到周深的脸上 这次要换做其他流量明星的话 必然会注意到自己的颜值 生怕被拍到不好的一面 可周深脸上全程都挂满了笑容 最后还比了一个夜的首饰 可爱至极 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以往看明星走红毯都会装得很酷 但周深走红毯又可爱又帅气 光是简单的几个镜头 网友就刷了不下十几遍 打开弹幕不难发现 周深的帅气 不知道俘获了多少屏幕前少女的芳心 走到主舞台时 主持人还打开了彩虹模式 说周深穿的绿色好好看 周深经句评出 反问他穿什么颜色不好看 说完穿什么颜色都好看后 周深回怼有点不真实 其实在粉丝眼中 周深确实驾驭得了任何颜色 毕竟颜值给力 活脱脱的衣服架子 正式登台表演时 周深带来的曲目是和光同城 诺大的一个舞台 只有周深一个人站在舞台中间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周深的实力足以hold住全场 压根就用不着舞伴 或者其他任何多余的包装 只是把绿色外套换成了黑色礼服 前奏一响开口就贵 全程断层碾压 个人觉得 第二十八届东方风云榜的最佳舞台 无疑是周深带来的这首和光同城 尤其是唱到这句 你看那盛放的花儿 来自期盼的种子时 起了一声的鸡皮疙瘩 瞬间就能唱到观众的心里 不愧是天籁之声 唯美的歌声 瞬间就把全场氛围烘托到了极致 当舞台灯光亮起来 照耀在周深的身上时 呈现出来的画面 美得让人心醉 周深的这场演出足以载入华语乐坛史册 给人感觉就像是看周深专场演唱会一样 代入感十足 越看越上头 短短四分钟的时间 就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歌手 也就周深一人了 总而言之 现场版的这首和光同城 燃爆全场 百听不厌 值得所有粉丝生命收藏